在大年初二,新界鄉議局主席劉業強按習俗到車工廟為香港求籤 但今年負責第籤的職員就疑似擺烏籠 將為香港所求的籤和為沙田所求的籤調亂 劉業強原本為香港求得第41籤變成第21籤 沙田鄉市委員會之後強調維持現場公布結果 劉業強求得第21籤 簽文解約加澤興旺 而原本求得第41籤同屬中籤 簽文解約凡事小心 有場外解籤師傅認為兩支中籤吉利和福相差甚遠 41籤簽運較差 若然真的調轉了簽文,香港整體運程會更差 其實當然啦,你要辛苦工作 一支就不用辛苦工作 一支就吃早睡的 我爸爸給我的大錢 我慢慢撕都可以 但那支不起嘛 灘頭海就是你要做的 你要辛苦的 每個市民都要辛苦努力工作 調亂簽會影響今年的經濟出現問題 雖然是要復甦,但有來控 還有會有經濟出現輕微的動盪 政局很混亂 是因為多人反對政府的事 多人 很多大員的示威 是啦 政府內部來說會不會有變動 內部一定會再有變動 對於簡單的求簽安排都出亂子 香港術數家協會術數師楊智東認為 由此預示香港在九年的運勢 立立亂 尤其是政局和經濟環境 港人要自求多福 東網記者李冠南報導